韩国的历史专家经常研究 中国的古代名人是韩国人 如朱元璋啊 成吉思汗呢 孔子啊 李白啊等等的 最后都成了韩国人 那么韩国人又是哪里来的呢 这一点呢 其实可以从韩国本身找到答案 从现在的韩国地图来看 其实韩国有很多的地图 地名江河湖海的名字 都与中国一个地方有着惊人的相似 如韩国最大的江是汉江 而汉江这个名字呢 早就在中国湖北出现了 韩国汉江的源头叫做太白山 但是在湖北武汉 汉江的源头也是太白山 韩国的都城最开始叫汉阳 之后改成汉城 最后叫做首尔 而武汉也被称之为汉城 最早也叫汉阳 除此之外 在韩国的国土范围之内 有着江陵 襄阳 黄州 丹阳 丹阳 长沙等城市的名字 而这些名字大多出自于湖北 还有部分在湖南 江西和安徽的 而这几个省在春秋战国时代 属于同一个地方 那就是楚国 这还要从秦始皇 灭楚说起 朝鲜半岛最开始的文明是周朝 分封的姬子朝鲜 在半岛北部建立了国家 因此韩国和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 韩国人是中国人的后代 但是当时的半岛南边都是一片荒芜 处于未开发的状态 据史料记载 镇国末期 秦始皇统一天下 原来楚国的很多地方 包括很多以前楚国征服的地方 如陈国 卢国等 不甘心为秦国所统治 因此很多呀 都出海寻求生机 当时的很多楚国人 漂洋过海来到了半岛的南边 建立了大小72个政权 最后逐步融合成了陈 韩等三国 而最后陈韩统一了朝鲜半岛的南部 因为陈韩大部分来自于楚国 所以当时在给荒芜一片的半岛南部取名字时 多数沿用了当时楚地的名称 而且用的现在湖北的地名最多 可见朝鲜半岛南部也就是韩国 应该是来自于湖北 而湖北人则是朝鲜人的祖先 请订阅一下 原因是非试固点